5月15日,香港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公布涉及修理风波中警方行动的专题审视报告,认为警察过去数月在处理示威活动时,为了维持治安、保护财产,以及避免警务人员及他人受到伤害,有时需要使用法律所容许的武力和国际标准一致。 报告中文版长于千页,分为四册,共16个章节。盖兰自2019年6月至今年3月的示威活动,及相应的警方行动,并就公众关注的721元朗事件,831港铁太子战事件,警方处理公众活动的武力使用,警员身份识别等问题单独成章。做出事实铺陈及审视,报告共提出52项建议。 因为这么多个月发生了很多公共的示威事件,当然,警员及文两方面都有他们的冲突在里面,因此,我们先将这个场景讲得清清楚楚,尽量讲得清清楚楚,然后知道当时这个大场景的时候,我们去处理个别投诉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 和更广阔的一个比较,使得我们明白这个情况。 报告认为,721元朗事件中,警方错失处理其澄清事件的良机,而831港铁太子战事件中,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警方在太子战杀人并掩盖事件。 报告观察到,在整个大型公众活动中,警务人员的枪械使用方面保持克制,认为在过去数月的大型公众活动中,街头极端暴力行为及警务人员被袭击的场面并不少见。 在危机的情况下,警务人员有充分理由使用枪械,以保护自己和其他警员的人身安全,以及平息骚动或暴乱。